谢谢 妈呀 这个酒香 我还不信 说不要路人下去投了 真好 是不是可以投资一下 嗯 好 好 谢谢 谢谢 这床也不错 什么情况 为什么华盛的方案 跟你的一模一样啊 他是怎么知道你方案的 这还用问呢 肯定是有内鬼啊 凡是参加出稿会议的人 都过不了索菲亚这一关 现在不是纠责的时候 你怎么应对 不然是我写的 没成花会 华盛公司的创意 可以用精彩绝伦来形容 接下来的内容 也会同样的精彩 有请PG的团级总监 张鸿兴先生 最后是华盛公司的报价 他们是四千万 是 现在我宣布 本季自然界广告投放 中标的是华盛公司 等一下 段小姐 您有何歸竿 我今天是代表PEG來的 您不覺得陸總的方案 跟張宏欣的方案很雷同呢 你是說創意就是他們偷的 這件事情我可以證明 那天我全都看到了 陳小姐 張宏欣的創意方案已經收到了 這是說好的微觀 這次的合作很愉快 這些都是我親眼看到的 所以他們的創意就是偷來的 他就是個騙子 陸總 這小孩說的是真的嗎 你怎麼可能知道 你拼了 你不看到這些人 你怎麼可以 你 Bridge 你去開買買買買買買 你去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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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買 現在我怕買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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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是陆明买通了批判机张总监的前夕 偷来的 妈 你这要洗衣服啊 我不洗你洗啊 我不洗你洗 是不是要见你 那见 好的 还没见过欠钱像你欠得这么牛的 打电话不接 发短信不回 你想干吗 对不起啊 我上午有点忙 那现在是忙完了啊 忙完了就顺着抓紧把事给办了 还一钱 对不起 欠条的事情呢 倒是其次 我觉得现在最重要的 你应该考虑一下严禁的事 严禁 我已经都知道了 你真的应该想想 下一步你该怎么做 事情就是这样的 所有的证据 嗯 谢谢大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也不会出卖 你说什么都可以 你就是不可以骂我女儿 您好 请问你是陆明吗 等我有事 爸 你还疼吗 不疼 你知道对我而言 什么是最重要的 就是你 没有人可以欺负你 你的职丛一直满动 保证有些苦快乐 那 有件事情卡在我心里面 那天的家里 我妈妈的事情 我气得还挺大面 我 我 我 会跟你道歉 其实 之前也一直误会 我一直是一个很乐观的人 面对事情 我习惯用自己的态度去面对 但是 我也会有无助的生活 你 我 什么事 比方说 你小时候你出国的时候 我就觉得挺无助的 还有就是 你回来那天 我想去抱你 可是你拒绝了我 不是我拒绝你 你 你想的时候不要我 把我跟妈妈一个人留在国内 我没有不要你 童童 那个时候我还年轻 我想把你留在国内 可是我也没有信心 能够把你带好 那个时候我觉得 可能 比起父爱 你更需要的是母爱 你妈妈是一个很优秀的舞蹈演员 她一直想去国外 追寻属于她自己的梦想 我也不希望让她留下遗憾 所以 就同意她把你带走 我后悔 一直很后悔 所以你回来之后我很高兴 我也一直想办法再弥补 可是我好像 还是很失败 这么多年以来 我一直忙着自己的事业 可是到头来 还是你帮了我 帮忙 爹 爹 我不觉得你是失败的呀 在我心中你就是好爸爸 你是全世界最好的爸爸 我们 可不可以以后永远在一起 大人 那有件事情我要跟你说 不管你妈妈是为了什么样的原因 做了这样的事情 你不要怪她 说不定 她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吧 可是就算她有苦衷 但是她也不能以伤害 其人为代价吧 她骗了我 她也出卖了你 我师父原了 我当然也不能接受她这样的行为 可是 她毕竟是我们的亲人 你就这么想吧 我们的家人如果生病了 我们会很着急 然后会想办法把她治好 如果我们的家人遇到了困难 我们也会想办法 帮她渡过难关 对吗 她今天 为什么会这样做 我们还不晓得 所以 我们应该一起找出来 这个问题的答案 我们一起帮她 好吗 好吗 还行 你全都拿走 这不就做得心虚吗 我们好吃好住待他 没想到他恩将仇报 差点把你爸爸的工作 都给毁了 世界上怎么会有这样的人 好在我们彤彤明辨是非 别再说 奶奶 我真的觉得 今天已经够丢人的了 你不丢人 彤彤 奶奶知道你是好心 他肯定是出了什么事 怎么看了我 这么大的事 为什么事前不跟我商量 我怕你为难 一面是公司 一面是亲情 你这个人哪 心那么软 万一在陈阳灵面前说漏了嘴 我跟彤彤不就前功尽弃了 感动吧 大叔 有那个听不知说漏了吗 这一点点 刚才说漏了 24p 如果那个人帝不评 就是这个人帝不得了 我等会说漏了 什么人帝不得了 就是这个人帝不得了 那么糟了 现在是 Stress 要去负责了 还可能事帝不得了 还可以帝不把我们的 但是甚至少 能力帝不得了 也可不得了 你怎么那么高兴 我们还没想到 帝不得了 这辣子 来 陶密 我今天会给你打一些钱 我不是拿来还债的 你全部帮我买电 是我想好了 你的光芒都记在心上 放心吧 记在心上那儿行 这件事情说到底是你的功劳 我会想一个好的方式 好好报答你 好了 陆明那边 你打算怎么办 不告了 我们现在手里 可是掌握着证据呢 如果真的举报他 陈晓琳也脱不了干系 他现在不知道在哪儿躲着呢 就怎么被牵连进去 如果罪名落实了 你想想看 童谣要怎么自处呢 有担当 好样的 不愧是我喜欢的大叔 我知道你喜欢过梅阳啊 我喜欢你是我自己的事情 你不用有心力负担 走了 你怎么来了 你怎么来了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伍明 罪加逃逸抓起来了 从来混都交魂的 像有鬅报 unpว sự噩爆 可惜啊 你应该让她索赔 倒是 不然咱现在可以动打落水狗了 但不正常的是 温丽丽居然同意了 按说索赔 才是符合公司利益的 按照路铭的个情 肯定会抵来到底 最后闹上华丁 温丽丽可能只是不想 卷入这样的事情当中吧 你是专业合适佬吗 这程有这么简单吗 路铭能出到那个价 就说明他知道了咱的底标 我肯定地说 公司 有内鬼 会是谁呢 还有谁 每到这个时候你都问我是谁 就是那个谁 那个谁啊 谁最后经手的底标 除了他 还有谁 他经手底标那是毕竟的过程 那照你这么说 那于且也有可能 没切步的 如果其他人不小心看到了 也会有可能 你等我查出是那个谁 那个险项 老陈我们就做那个险项 谁都得